在中国演艺圈的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个明星可以做到吴亦凡这样 没有作品 没有演技 没有唱功 除了长得帅 而且颜值和他同等级的男艺人比比皆是 比如陆寒 王一波 肖战 都无法像他一样 一出道就巅峰 做到同时和京圈大佬合作 也能得到香港大导演的力捧 比如周星驰 徐克 而且还能拿到LV等国际顶级奢侈品的唯一全球代言人 这些资源 如果一个艺人能占其中一个 都算是巨星了 那吴亦凡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背后的资本或者后台又是谁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美主义女士举报吴亦凡事件以来都这么多天了 除了朝阳警方的一则通告 各大代言品牌纷纷解约之外 别的官媒只是撤销了吴亦凡相关的互动转发 并无其他定性式的结论 也更不可能像网友说的 无前有任何坐牢的风险 吴亦凡在19日企图发过一次道歉微博 但是又秒删了 可见他背后的资本还是存在侥幸心理 积极运作翻盘的 不允许他腿圈 那今天的节目 特伦哥就帮大家从头捋一捋 吴亦凡的底气是从何而来的呢 信息密度比较大 请你一定要把视频看完 也许过几天会被公关和谐掉 那就请您先点赞关注一波 方便后续回来看视频还在不在哈 吴亦凡和陆寒 张艺兴 黄子涛一起出道于韩国偶像天团XO 由于韩国公司深知中国市场的巨大 所以为这四人倾注了许多的资源进行包装 这是每次他们来中国巡演的时候 都是人气爆棚 头脑活络的吴亦凡最先动了解约的心思 一开始他私下找到了香港英皇 可英皇想让吴亦凡自己付解约费 吴亦凡当然负担不起 就回了韩国 也就是在2013年左右 他走红的第二年 因为单飞的企图被公司发现 短暂血藏过 回韩国一年之后 在2014年5月 吴亦凡成了XO第一个宣布解约的成员 当时并没有宣布签约了哪家中国公司 但肯定是有人付了那笔不菲的解约金 从这点可以看出 吴亦凡的商业头脑非常的清晰 他知道只要比别的团队成员先一步回到中国 就能占领最多的流量 因为资本只看重时机 不看重名字 是谁并不重要 谁想回来就力捧谁 流量明星的玩法也是从那年开始上行 后来事实证明 吴亦凡是被金圈看中了 因为他回国的第一个作品 就是在徐静雷导演的电影里面 直接出演男一号 可能有观众会不明白 既然被金圈看上了 为什么不直接和冯小刚合作呢 这里面都是有讲究的 首先 吴亦凡是没有演技 没有才艺的 除了人气 连演员最基本的素养都达不到 凭什么直接出任大片里的男一号呢 冯小刚也算是国内的一线大导演 就算是贺岁片 也起码是和葛优刘德华那样的老戏骨合作的 就算是为了圈粉丝票房的钱 也不能做得这么明目张胆 为了流量舍弃艺术 那么就让这个金圈长公主老徐来接吴亦凡的第一个戏 过渡一下 大家在一起夸一夸演得不错 那就比较自然了 徐景雷是金圈永远的神的女人 和王硕同居多年 资源自然不会少 所以被她选中 就是间接告诉了市场 吴亦凡正式入圈了 所以接下来 吴亦凡参演管胡导演 冯小刚监制的老炮 就是按照计划进行的 回国发展的那年 华裔总裁王中磊出席了吴亦凡的生日会 要知道吴亦凡可不是怀疑其下的艺人 王中磊为什么要为他站台呢 除了可以证明 金圈对吴亦凡的重视程度之外 就不得不引出他的第二个贵人 大哥成龙 大家都知道 成龙来内地发展 常年混迹于金圈 和冯小刚 王中磊等人私交甚好 吴亦凡背后真正的经纪公司 是要来影视 虽然要来的法人和老板是齐建宏 不是成龙 但实际上是成龙的金主 成龙后期的大多数影视作品 都是齐建宏投资拍摄的 相应的成龙也成为了 要来影视的核心资产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 要来影视的logo是大写的繁体龙字 要来旗下的院线 叫做要来成龙国际影城 通过成龙饱受诟病的吴亦凡 甚至摇身一变 成了成龙影视传媒学院的 表演专业的客座讲师 当初2016年 小G娜曝光吴亦凡床照的时候 第一个出来喊话的就是成龙 他帮吴亦凡解释说 每个明星都有负面新闻 一切都会过去的 这段话从成龙嘴里说出来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而要来影视的母公司 叫文投控股 也就是成龙的电影 功夫瑜伽 十二生肖 绝地逃亡 等等的投资方 票房都在十个亿以上 而在文投控股的股东名单中 也出现了 京圈代表人物冯小刚的身影 事实上在2019年以前 通过资本互相控股的关系 吴亦凡和京圈 港圈完成了深度绑定 通过背后的经纪公司 这两大派系的所有顶级影视综艺娱乐资源 全部倾斜到吴亦凡身上 也就是为什么吴亦凡可以参演华一的大戏 也能和周星驰 徐克等香港大导演合作的原因 但是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要来文化在2020年的8月 爆出了金融借贷合同纠纷 要来持有的三亿股 文投控股的股票 被法院冻结了 今年也就是2021年的3月 要来持有的所有文投控股的股票 已经过户给了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也就是说吴亦凡背后的大山要来文化 和母公司资本巨额 文投控股 突然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那么吴亦凡的经纪公司 靠山都倒了 自然不可能复制2016年 轻松摆平小GNA创造风波 甚至引导舆论 全部倒向自己 是被网红炒作 蓄意陷害的 来反向营销了吴亦凡一波人气 这里面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吴亦凡还是那个吴亦凡 在2021年遭遇的都美竹并不比2016年的小GNA 证据更多 唯一的区别就是失去了资本的庇护 而且从大环境来看 无论是出发滴滴打车 到整顿客外班 都能看出整个国家绝对是不允许资本 再像从前一样左右这个世界 点倒黑白了 在这次众多的代言品牌 集体和吴亦凡解约中 分量最重也是最有可能让吴亦凡 巨额赔款的 就是LV 这里面就不得不说吴亦凡曾经的资源 是何等的强大 作为唯一被LV官宣为 全球品牌代言人的中国艺人 同时还是宝格丽的全球代言人 跟兰扣也有合作 四个国际时装周 每年都会给吴亦凡发邀请函 这个待遇 甚至是顶流的一线女明星 都难以企及的 那为什么没有演技 没有唱功的吴亦凡 就拿到国际大牌奢侈品的青睐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中国现在最高奢的五大时尚杂志 主编都是女性 明星想要上这些杂志的封面 就需要让女主编喜欢 在这些掌握了资源优势的老阿姨眼里 吴亦凡特别会来事 所以私交甚好 比如公开的报道就能看出 吴亦凡跟两位著名的前时尚主编 苏芒和张宇都关系很好 张宇还推荐她去了巴宝丽走秀 之后就拿下了巴宝丽的代言 还带她去了时尚奥斯卡 六年前 小G娜曝光吴亦凡的时候 这些掌握了社会资源的老阿姨们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为帅哥站台 我许的作者六六还有马薇薇甚至表示 吴亦凡就是活菩萨 睡粉丝才是对粉丝最好的福利 就相当于大领导到小餐馆吃饭 绝对是亲民之举 看来他们平时也没少请吴亦凡吃饭 我在以前做过一期 揭秘正爽背后资本博弈的节目 也详细讲了时尚圈这些事 大家可以订阅 然后翻看我频道里的那期节目 简单的来说 正爽背后的资本也不比吴亦凡差 但是因为自己是女孩子 得罪了一些人 才一直被这些时尚杂志边缘化封杀 后来为了国际大品牌的代言 采托关系 好萌意拿到了一个 法国时尚杂志的封面机会 今天就不多讲了 另外吴亦凡收到了 国际奢侈品青睐的重要的原因 也是他和其他的流量明星相比 有一个唯一的不同 就是他的外籍身份 英文熟练 有国际化包装潜力的 这就比同样出自XO的 陆寒张艺兴要强得多 我看很多人 那他这次的风波 和当年陈冠希的艳兆们相提并论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首先陈冠希那些照片 是被修电脑的人恶意偷走的 而且涉事的女明星 也都是你情我愿 没有一个人说过陈冠希的不好 而且陈冠希在第一时间 就开记者发布会 把一切的责任来于一身 宣布无限期的退出娱乐圈 并且这十几年过去了 说到做到 吴亦凡却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 躲了起来 让背后的经纪公司去公关 好不容易微博写了一段道歉的话 还给删了 一直存在侥幸心理 想那金钱百平 在我看来 吴亦凡和陈冠希唯一的相似之处 就是不得不说 他们都出自加拿大的同一所中学 这里面说一个国内朋友 不太了解的事情 就是温哥华有一个神奇的中学 那里面孕育了非常多的明星 比如陈冠希 还有因为艳照们和张博之离婚的 谢霆锋也都是校友 都是1980年出生的两个人 还真做了一段同学 但后来谢霆锋转学去了另外一个学校 此外 当红男神彭于燕 歌手张超涵 演员斗肖 都是这个中学毕业的 视频里播放的就是 我这两天没事的时候 去吴亦凡的母校 温哥华秋吉尔中学 录的画面 可笑的是 学校的墙上挂着两个醒目的大字 take care 也就是中文保重的意思 像是母校对吴亦凡的一种祝福吧 如果在座的观众有家长 希望自己的孩子 以后当明星的 要做好笔记了啊 温哥华的秋吉尔中学 实际上是成名的捷径 在影视圈里 小有名气的 除了北京电影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 和上海戏剧学院之外 明星成才率最高的学校 而且不需要通过艺术考试 交钱就能上 不过秋吉尔中学 每年只接受40多个海外留学生 还不完全是中国的学生 找伙伴留学的家长 都需要提前一年以上 申请这个学校的 所以和教育局关系不熟的中介 根本申请不下来 不得不说 有时候学校的文化和优势 是一种传承 一种圈层 香港的娱乐圈 还是很看重这点的 比如这些明星校友里面 最不起眼的斗肖 要不是他这个加拿大的经历 能被澳门赌王 何鸿燊的女儿看上吗 两人能有共同的话题吗 现在他已经和何超连结婚 正式当了赌王的女婿 再跟大家讲个冷知识 这个学校可不是什么 贵族私立学校 要不然家境殷实的谢听风 后来也不会转学 去了私校圣小志 吴亦凡读过的这个秋吉尔中学 是温哥华规模最大的公立学校 不止本地人上学免费 连中国的留学生学费 才几万人民币一年 读书的成本 甚至比河北省到天津借读 参加高考的学生 开校都要低 而且秋吉尔中学 是温哥华仅有的两家 开设IB精英班的学校 白话讲 就是有更大的机会 去美国哈佛斯坦佛 那样的长春等名校读书 而且加拿大是英法双母语的国家 但不是每个学校都有法语授课 秋吉尔是仅有的三家 法语沉浸式教学的中学 吴亦凡之所以能够得到 这么多一线奢侈品大牌的代言 就是和他的语言优势 密不可分的 他可以熟练地掌握英文 以及两种中文 还有韩文 外加一些法语 这些都是别的明星 不能比的 LV 宝格丽 蓝蔻 看重的就是这点 高小松很少夸流量明星 但对于吴亦凡的评价 也侧重于此 高小松乱夸一通 好了 今天说的有点多了 如果您和我一样 希望这个世界多一些公平正义 少一些暗向操作 点到黑白 不希望看到资本 可以为所欲为 那您的点赞和转发 就能让更多的人 看到这条视频 传递正能量 如果您喜欢我讲故事的方式 或者喜欢在生活中 多一些有用没用的冷知识 那就请您持续关注 和订阅蓝蔻哥的频道 每周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